炎炎夏日是饮冰品的消费旺季 为维护消费者食用饮冰品的卫生安全及品质 卫生局抽验散装饮冰品及配料 抽验111件 其中9件不符合规定 这次抽验的饮冰品总共95件 其中冰品4件 食用冰块18件 饮料37件 那另外熟配料有8件 那依照产品的类别 检验食品中 微生物卫生标准 包括有沙门氏菌 腸杆菌科 大腸杆菌 大腺杆菌群OE57H7 金黄色朴朗球菌及单核球增多性里斯特菌 以及香豆素 其中有25件的饮冰品 再抽抽不符合规定 再要求业者兴体改善之后 仍有7家不符合规定 那卫生局已依照为版型安全卫生管理法 第17条跟同法的第48条 已经采取制造业者3万到300万美元的罚款 另外有8件配料 包括像粉圆 水晶 野果 地瓜圆等 是产品的一个性质 检验防腐剂 着色剂 以及过氧化氫 结果有两件的水晶 被我们检出防腐剂 不符合食品 添加物 使用范围 及限量机规格标准 那台北市卫生局已要求 不合格产品下架不得贩售 而且也依请所辖的卫生局依全责办理 本次抽验九件不合格的饮兵品 包括黑丸嫩仙草的四季青茶 蒸煮丹的橙香仙茶 烈奶茶的金麦文火乌龙 信悦冰坊的红豆牛奶冰 横冰牛排的香草双麒麟 麻糊奶茶的奶茶和绝缕咖啡的 巧克力香蕉冰沙都验出肠杆菌超标 另外昆成商行的魔法水晶 和五菱茶文创人文茶饮坊的 五菱茶原味寒天水晶 则验出防腐剂 另外肠杆菌科肠杆被用来作为 监测水、饮兵品、食品卫生 以及制成有无卫生缺失的一个重要指标 如果肠杆菌科超过标准 就表示在制作过程当中 卫生状况、食材以及器具包装的过程 可能遭受到污染或者工作人员的 一个卫生状况不佳所导致 那常温保存也是为生物繁殖的 一个最佳环境 所以过高的一个成感菌科 会影响到饮兵品的品质 而且也会缩短产品的一个保存期限 卫生局提醒业者应重视制作过程 环境卫生及自主管理情形 注意冰箱储存温度控管 食材适量准备 为使用者适时冰存 定期更换制冰机或饮水机滤芯 以确保食品安全卫生与消费者权益 记者领期会台北报导 节目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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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